中華職棒開機到現在 上半季的賽程剛好進行了一半 不過統一師對陣中的第四棒人選 卻還沒有定下來 而且這個棒次的整體打擊表現也不太理想 對 鄧志偉就說了 自己太局表現是打擊熄火的主因 至於高國慶這次重返第四棒 則是期許自己能夠盡快的竄起球隊的攻擊 中華職棒打者本季普遍大躍進 但是統一師第四棒卻沒能跟上這股潮流 不同於其他三隊有固定的第四棒 統一開幕至今分別由張泰山 鄧志偉 高國慶等人 輪流單綱四番打者 顯示出來的數據卻不太符合一般對於第四棒的期望 小鄧等鄧志偉目前的平均打擊率僅僅兩成出頭 打第四棒時甚至還跌破兩成 備受期待的新生代中砲手 沒能拿出兩名成績單 自己的經驗還沒有那麼好 所以沒辦法抗壓抗壓的感覺 可能是太強要表現 然後導致自己身體僵硬掉 隨著小鄧等熄火 他也只能把第四棒再度交還給神拜高國慶 雖然已經是身經百戰的老鳥 但他坦言這個位子依舊有不少壓力需要去克服 綠色坦克擺脫傷勢狀況調整的不差 他也期許自己更盡快穿起球隊攻擊 雖然陣中第四棒到底是誰還沒有最終答案 不過總教練陳磊宏提供逆向思考 認為第四棒固然重要 但第五棒的保護效果也不難忽視 有壘上有人就是怕第四棒 有可能會比球會比較閃 不敢跟他正面的對決 所以可能第五棒的這個人的角色也是很重要 隨著獅子軍打擊越來越火燙 總教練也將繼續嘗試調度 照出最適合球隊的棒次隊形 讓接下來的賽程越走越順利 UGN TV 吳嘉祐 李哀淳 台北報導